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座屋 在生活中 我们难免会和人偶旗 和父母 我们会绝世抗议 和朋友 我们会互相对对方 和恋人 我们会冷漠地处理这段关系 而每个人冷战时的表现又是不一样的 那么你知道金牛座的人和别人冷战赌气是什么样的吗 最终的结果又是怎样的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和金牛座冷战是什么结果 金牛座自信起来全世界都属于自己 自卑起来自己是世界的妻儿 冲动起来没带大脑 笔制起来像直冷血动物 爱得狂热起来连呼吸都忘了 冷淡起来对方的存在都可以忽略不计 粗心起来鞋子可以穿反 细心起来可以把别人感动到流鼻涕眼泪 坚强起来走在刀尖上都不会哭 软弱起来 连个决定都要问别人 千万不要和金牛赌气冷战 金牛本身天性冷淡 骨子里的硬气注定金牛不惧怕任何人的威胁 纵然金牛会为挽救感情去争取 也只是点到为止 绝不苦苦哀求 而一旦金牛想和你冷战 且拒不接受你的道歉或是挽留时 那基本说明这段感情已没有好转的可能 余下的只是让你自生自灭 金牛做真的没办法一心而用 聊手机时会把电影暂停 工作时不知道听的是哪首歌 思考时不知道你在说的什么 因为金牛的注意力只能集中在其中某一件事情 金牛们更不会去花心 因为金牛喜欢简单 脚踩两条船对金牛而言 是一件非常麻烦且复杂的事情 金牛懒得去做 因为金牛真的很懒 既然是冷战 总有歌书语音 而金牛做的人往往都是站在胜利的那一方 但金牛们并不会尝到胜利的喜悦 因为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金牛最终还会是那个受伤最重的人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分享和订阅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带你一起了解自己和十二种不同的性格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就这样再教大家 感谢观看